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在中銀礁的收入保險是最重要的這個部分 我要可以顧到可能總總還記不記得 我忘了兩年多起來 三年前去梅農 那始終應該有在場 我們那時候就是想說怎麼找到一個最有效的政策 可以讓我們的農民朋友的收入至少可以穩定 而不要因為隨著外債的環境 這外債的環境包括天然災害 包括其他的產銷 或者是任何的因素而影響到農民的收入 那我想農民收入保險就是最重要的 台灣絕對我一定會尚近的尚度 我先去香蕉收入保險做了 我後來還有一個鳳梨收入保險之後 先去大中的這些農產品做了 過我就會做到家庭的收入保險 未來譬如農委會現在1300億 醫生裡面扣掉五百幾億的老人 年紀以外或金鐵以外 全部我就是用這個方向的時候 這樣才有人要回來從農 農業才有發展 所以這是未來我要做的部分 香蕉保險其實只是我們農民收入保險裡面的一環而已 那我個人覺得香蕉收入保險 要能夠讓這個制度更好更穩定的話 前面的一個種植登記制度也是非常重要 不應該因為有了香蕉收入保險的 讓我們把整個香蕉的產業 比如說我們從原本的一萬公頃 往墊成十萬公頃 我想這也不是一個整體的一個 香蕉收入保險的一個主要的目的 所以我覺得說 事前的種植登記制度 還有市中的包含我們的內外銷的一個規劃 到事後的收入的保險 我覺得這三個階段 如果陸續通過我們的交農 還有我們的香蕉研究所 我們一起來跟農民農輩來配合 我想說 今天香蕉收入保險是跨入我們農業收入保險的第一個小步